李冰冰想要一台豪车 老板亲我一口我就送你 没想到李冰冰真亲 难不成李冰冰真的有那么豪放吗 当年奔驰出了新车 想找正宏的李冰冰做打言 见李冰冰甚是喜欢奔驰新车 老板挑衅的说道 你亲我一下 我可以把车送给你 老板心里打起了如意算盘 打定主意李冰冰不会亲 不料话音刚落 李冰冰毫不思索的把项门送上 老板却当即反悔 只有免费开三个月 眼见到手的东西就要不翼而飞 李冰冰撒娇的说 我那么喜欢就做个顺水人情呗 然而面对老奸巨华的商人 李冰冰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 而更有意思的是 此事之后 奔驰官方还专门发表声明称 并没有答应送李小姐新车 不得不说 此事闹成这样也是非常尴尬了 随后更有网友发出 为了宣传新片 李冰冰现场强门成坤 成坤惊惊失措的模样 令人记忆深刻 只有李冰冰更失之言 别说接吻了 就是摸大腿都不会介意 漏过随意的言语 令不少网友反感 但接下来的一幕 却打脸众人 据悉李冰冰有非常强烈的洁癖症 曾三年内换掉三十个保姆 只因嫌疑对方洗八遍 才都洗不干净 为此李冰冰开出 一个月十二晚的高薪保仇 但无疑人令李冰冰满意 不得不说 这洁癖的程度真不是改的 有如此洁癖的李冰冰 真的会出现 主动献猛 强猛的事件吗 对着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